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26日 星期一 鄭州的水災 河南的災情 當然是十分嚴重 在大陸的外國記者 他們 全部 都會去到河南的鄭州 採訪新聞 但是 中共知道這群記者 有機會揭露真相 所以 他們就 發動了一些五毛小粉紅 說 說是 自發性的 去 追擊這群外國記者 實質 大家都知道這些不是 自發性的 是中共 是組織的 因為大陸的所有東西是不會允許群眾自發的 所有東西都要經過組織批准 包括這個以往的反美遊行 反日遊行 全部都要官方 認可 如果不是就是非法 河南 上個星期爆發嚴重的洪災 也是因為 大陸的官方 偷偷地排紅 他們排紅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有一個很重要的 考慮因素 就是如果你公佈排紅 你就要對下游 所有人命的損失 所有的金錢損失 經濟損失 負上全部責任 所以 反過來來說 如果你不說 偷偷地 水浸了下去 沒有證據 只要你 不認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認排紅 這個是發生甚麼事 是內勞 是水災 是天災 跟人 無關的 天災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避免了 國家 最多就派軍隊 來看著你 現在發生這樣的情況 大陸 一如既旺 就是用一個隱瞞的方法 這次受害的是大陸的民眾 是河南的民眾 但是他也組織了一些河南的五毛共匪 出來 去追擊外國記者 官方統計 截至昨天的中午 全省 63人死亡 5個失蹤 不過 外界質疑這個洪水的規模 實際遇難人數 多一百倍 不止 幾千人一定不止 一定死過萬人 最近傳出一條片 就是外國媒體趕到鄭州採訪的時候 就被群眾包圍了一下 有一堆人圍著他不斷質問 那家媒體 是不是CNN 選擇性報導 我們 要分析這段新聞 以及跟大家分析一下 接下來大陸的 國情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啦 我們的Facebook 專頁就出了 希望大家 可以一樣like and share 多些分享給你的朋友 而且追蹤我們的新聞 一條短片近日在中國的社交媒體風傳 一個德國之星記者 男記者 在鄭州的街頭 報導最新的災情 鏡頭面前 突然遭到一群民眾圍堵 圍堵民眾不斷質問 你是哪家媒體的 是不是CNN 是不是CNN 是這麼罪問 直到 這個記者表明身份之後 群眾的態度稍微緩和 但是仍然看出有點猶疑 圍觀的群眾之中 其中一個男子還說 可以報導 但對中國 要有好的看法 不要攻擊我們 不過 當這個記者問這個男子是不是願意接受採訪的時候 男子先是答應 隨後又突然說 不用採訪我 我討厭你 討厭什麼呢 根據這個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除了德國之聲之外 CNN BBC ABC等外國媒體 今次在河南的報導和災時 都被這些 民間自發性的阻攔 自發性的阻攔 令到外國的媒體記者感嘆 在中共洗腦之下 已經不需要政府單位出手 滿街都是仇外的民眾 你錯了 你們錯了 那些不是仇外的民眾 那些是被組織出來的 因為 這次大家都知道鄭州的災情那麼嚴重 沒有人會出來追問你的記者是不是CNN 沒有人會說你在攻擊中國的 這些是五毛來的 這些是官方派出來的 甚至乎是特務 甚至乎是黨軍 因為 是人也知道這次是人和 整個河南也知道 整個鄭州也知道 是不是 現在問題就是 你們要報導這些真相 有人會阻止真相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外國媒體 現在你們面對的是甚麼問題呢 就是有人 扮成 普通市民 這個情況在大陸 一定會發生的 但是在外國 現在也日日出現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你們很多時候 比如說 去到美國 去到英國 去到法國 你們 很多時候 他們會特意 扮成一些民意 訪問了當地的 發國居民 發國居民 對於 中國的看法 中國很好 你信不相信新疆集中營呢 我當然不相信 是媒體抹黑的 那是一個白人 是一個法國白人 那你就看到了 原來 法國人對於我們也很理解 也知道那些西方媒體專門抹回我們中國 實際上是甚麼呢 實際上那間法國媒體是由中共出錢收購的 而那個就是英文五毛 法文五毛 德文五毛來的 他們也是收了共產黨的錢 收了這些黨的好處 甚至乎他們是那間公司的員工 所以他們當然說一些話出來 當然是對中共十分之有利 即是你請何超瓊 請五熟青 去到聯合國 發表香港問題 你找那些港姦去說 他們當然不會跟你說真相 當然是說你的黑暴 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有甚麼意思呢 是一樣的 即是你去訪問秦潰 訪問秦潰的兒子 秦公子對於你父親被稱為漢奸 有甚麼說法 這個絕對對我父親是一種污衊 我們一向都是忠於大宋的 但是有些叫做反宋 反宗亂宋的份子 依求 不斷破壞宋金之間的和平 從中挑撥離間 我們堅決反對 我們對於宋宋友好 是十分之努力的 這些搞事份子 我不希望 被他抹黑 是不是有甚麼分別呢 你們就等於訪問秦潰的兒子 或是訪問秦潰的老婆 對於 岳飛的看法 是一樣的 根本是浪費 我們看看 現在外國記者 在大陸受到的情況 他們會被人愚弄 自由亞洲電台說得出話 他們也被人愚弄 德國之星 CNN BBC 他們以為那些是民意 那些不是民意來的 那些不是自發性的 那些是黨組織這群人出來 攻擊你 正如香港也有 香港 在反送中時期的19年 也有一群五毛走去搞的 那些你猜不是民間自發 那些是一群 有任務在身的人 說這些死鬼佬 抹黑香港 怎麼抹黑呢 他們不會為錯人 因為他們是知道的 警察就會打錯人 警察就會打錯人 警察就會打錯大公報記者 那些是不會的 因為那些 收了命令 去攻擊 外國媒體 這件事 其實大陸 不是大陸 而是這些外國媒體 他們對於中共的判斷錯得很厲害 CNN 紐約時報 BBC可能好一點 但是也是麻煩的 有一群左膠當道 這群左膠經常都幫中共政府說好說話 他們裏面 經常都幫中共出了善稿 唱好中共 唱衰美國 唱衰英國 他們專門去找一些假的證據 以為 是真的 大陸人民 很討厭你的記者 這些死鬼佬 現在排外 其實當然不是自發性 大家想想 在河南 在鄭州的人 個個都是災民 個個都有機會 死了的家人是在那裏死的 這麼大規模的損失 有誰會幫助政府 個個都敢怒不敢言 問題就是現在中共的控制 真的沒有裝到牙齒 控制到 連你在家裡洗澡 說一句 共產黨壞話也不夠膽 現在 這樣的情況下 有甚麼辦法 真相是出不了街 大家看到那些求救的影片 當然不排除 有些被人當生口養 養到現在都認為自己是一頭生口 這些可能是有的 但是這次我告訴外媒記者 這些一定不是群眾組織的 是他們組織的紅衛兵 而他們是 黨組織 安排這件事 目的 是令到你們 採訪不了真的新聞 也讓別人不敢照顧你採訪 這是他們最終目的 等於你的真相不會 但是 不用說真的 就算你採訪 大量微博的求救 你只是數一數 那裏死了多少人 所以這件事 我們也看回現在的全世界 外國 尤其是西方白人 他們對於中共 還是有一種很大的誤會 第一 他們覺得 國內的民眾被控制很厲害 全部都洗腦 當然是部分都洗腦 第二 他們對於中共的邪惡 還是限於 很少部分的 在大陸的記者 你們沒有被打過 那些CNN 紐約時報的記者沒有被打過 你也不知道中共那麼糟糕 回到美國 還要幫中共說好說話 好像那個博明 就是紐約時報的記者 就是被打了 打完回去 就做得反共先鋒 但是 問題就是CNN 或者這班外媒的高層 你們 上面的人收了大陸的錢 全部都在 作假的東西 寫了很多文章 出很多線稿幫大陸 這件事 你們記者在前線多努力也好 你們也挽回不了你們的聲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